小明跑步的速率是每秒6公尺 小华跑步的速率是每秒4公尺 两人在一圈200公尺的跑道的同一个地点 同时背向跑步 当小华跑了60公尺的时候 两人相遇了吗 我们先画一个图 这是一个200公尺长的圆形跑道 小明跟小华在跑步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两个会相遇 背向跑步 我们让他们开始跑 我们看了 小华跑这样子的距离 小明跑了这个样子的距离 而他们两个碰到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两个跑步的距离加起来 刚好是一圈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算出两个人跑步的距离 加起来 刚好是一圈200公尺 那他们就会相遇 所以我们要先想办法求出 两个人各跑了多少公尺 我们知道 小华跑了60公尺 但我们不需要刻意去算 小华跑几秒 因为他们一起跑 又再一起碰到 代表两人跑的时间 是相同的 好 跑的时间相同 那就代表时间是固定的 时间固定 速率和距离成正比 成正比 代表速率变成n倍 距离也会变成n倍 那他的速率到底是几倍 小明的速率是小华的几倍 小明每秒6公尺 小华每秒4公尺 所以小明是小华的1.5倍 速率1.5倍 距离也会是1.5倍 所以小华跑60公尺 60公尺的1.5倍 是90公尺 我们算出小明跑了90公尺 小华跑了60公尺 两个人一共跑了150公尺 可是150公尺 有没有超过跑到一圈200公尺 没有 两个人跑步的距离 加起来不到200公尺 所以两个人没有相遇 所以我会变成了一圈 我可以变成了一圈